iPhone呢 即將要在9月的時候發表新機 換機潮大爆發 這一次的出貨量呢 預估我會達到9000萬支以上 到底這一次的iPhone新機 亮點在哪裡 哪一些瓶蓋股含金量最高 今天黃瑞瑋分析師 就要來告訴大家 哪一些瓶蓋股 訂單滿滿就是要找 趕快跟著老師 提早搶先布局哦 股市和炒店標股在裡面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施偉 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們要邀請到的是 黃瑞瑋分析師 老師你好 施偉好 還有七娘的投資表大家好 老師你有沒有聽過 臨門一腳 有 就是掌今天的台股 對 而且呢 今天台股本來說上攻萬八 只剩下一點點距離 八十幾點而已 結果呢沒有上 一瞬間昂花一現 意識到了 對 然後呢 沾一下問解倒油啦 然後就跌下來了 對 怎麼會這樣子啊老師 這個走勢很合理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強調整數關卡 每次到一個重要整數關卡的時候 它不會一次過 不管大盤也好 個股也好 都是這樣子 這有辦法依據呢 我在市場三十多年了 這個屢見不鮮 所以今天其實來到一萬八 然後震盪壓尾這個很正常 即便今天佔上一萬八啦 它還是會做拉回整理 這是整數關卡的必然發生的現象 對 老師 但是淡姐幫我們講多一點啦 好 我們來看看 黃瑞瑋分析師帶來的主題 今天台股呢 上演的航運大驚奇 萬海是下跌的 但是陽明漲停 而長榮呢 漲勢也讓大家非常的開心啊 未來有沒有可能 台股創高就要靠航運呢 長榮的股價會不會即將要超越萬海了 等會呢黃瑞瑋分析師來告訴大家 以及9月的時候大家都很期待是iPhone的新機 等會老師要來告訴你 8檔超夯的蘋果概念股 獲利超甜一定不要錯過 好 來看一下今天台股的部分 今天台股呢 在一開盤的時候 隨即就衝上了萬八喔 來到了一萬八千零八點 只可惜呢 曇花一現馬上就下跌了 今天都在平盤之上上下震盪 最後呢是小跌了六點 收在了17913點 跌幅呢是0.03% 而成交量呢則是維持在6000億 距離要攻上萬八還有一步之遙 另外貫買指數的部分呢 來看到今天也是下跌的 下跌幅度是0.6% 成交量維持在856億 但今天貫買指數在一開盤 也是衝上了今天的歷史新高 來到了217.65點 來跟大家一塊分享 接下來看到三大法人的部分 今天三大法人合計呢 是賣超了33億 昨天還買超 今天就賣超了 但留意的是 外資是買超了1.2億喔 好 看到這邊呢 要來請教一下 黃瑞瑋分析師了 老師 昨天喔 電子的成交比重還有四成 但今天呢 電子的成交比重變成只有32% 那航運呢 昨天本來還有34% 今天光是長榮跟陽明喔 就讓今天航運整體的占比呢 來到了48% 快要五成耶 快要五成喔 老師您怎麼看待呢 未來會不會是航運帶著台股 創新高 還是是電子股有可能會再回復 成為主流嗎 好 那其實這個波段喔 大盤一路從一萬六千 一萬七千 漲到現在一萬八 這個波段的主流族群 它本身就一直有航運股 所以它不是未來喔 是現在進行式喔 包含今天大盤能夠漲到一萬八 它也是因為有航運股的助力 所以呢 未來要增上一萬八 去往上攻 比如邁向一萬九 當然航運股還是不可或缺的 不能缺席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整體而言啊 這獲利讓大家最驚豔的 就是航運股裡面的貨櫃三雄 真的一家比一家還會賺 啊所以呢 目前為止 包括長榮海運 還有呢萬海 都已經晉升為台灣前時代的 這個全資股 所以它也對整個大盤指數的影響性 跟貢獻度會越來越大 當長榮往上漲 當陽明往上漲 當萬海往上漲的時候 它勢必對大盤的往上衝刺 有所注意喔 所以現在的航運族群 它本身就是一個主流族群 那未來要在盤世界往上攻 當然啊 航運族群還是不可或缺的喔 老師我們在接下來講航運之前 我們可以再回覆到前一章嗎 您剛剛一開始告訴大家 萬八這個整數關卡 其實要突破不容易 我覺得怎麼會呢 不是剩下最後一里路了嗎 應該講需要時間了 因為來到重要的程度關卡 比如說1萬7 它都整理之後再往上突破 所以今天不是上 增到1萬8之後 這個大盤就這樣 就沒事了你知道嗎 就穩住了 不是這樣 因為盤還要往上發展做交易 它在1萬8整個關卡的時候 有沒有 它還是需要相當的換手 那換手完之後對不對 再把它的成本逐漸墊高 那盤勢呢再往上再創新高 這是一個盤勢該有的走法啦 OK了解 好那我們剛剛來看到的是 航運股今天整體的走勢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貨櫃三雄 首先先來看到的是 今天有上漲的長榮 長榮呢今天呢收在224 漲幅是3.23% 老師怎麼看長榮呢 長榮有沒有機會可以超越萬海 成為貨櫃三雄當中的第一名 好 如果一旦你現在這個5月份 貨櫃三雄他們的忽利都公佈了嘛 那這兩天為什麼萬海比較弱勢 因為其實萬海營收 5月營收是創新高喔 但是他相對拿出來的忽利的情況呢 是比4月份來的衰退 所以造成市場有手疑慮 所以這兩天萬海反而怎樣 就拉回做整理了 那相對而言 長榮他的忽利表現 目前的單月我們所看到的相關的資料 單月是2.91元 5月份就2.91了 對 所以呢在獲利實際成長之下 他今天的股價還是在創新高 盤中來到了233的歷史高點 對 那尤其啊這個陽明海營部分 大家有沒有看到今天股價 陽明表現如何 下面一張掌停板 掌停板 為什麼可以掌停板 因為他要公佈5月獲利了啦 因為在我們錄影的剛剛老師拿到最新的消息 我要垂心肝老師 這怎麼可以這麼晚才公佈呢 趕快來告訴大家 陽明公佈的結果是什麼 他單月的獲利達到3.15元 又比長榮還要多 又比萬蘭還要亮麗 所以難怪今天這個陽明 他是掌停板鎖住再創新高 叫你第一名陽明 對 所以股價就反映獲利嘛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股價原理啦 好 同時跟大家補充一個資料 我們看到陽明呢 今天不只掌停板 還有獲利驚人之外 今天外資買超的第一名也是陽明喔 但是外資呢 賣超的第四名是長榮 第十七名是萬海 那外資也是事先得資消息吧 應該都有相關的 所謂特別的資訊啦 那股價會說話嘛對不對 對 那老師那您怎麼看陽明 接下來還會不會再漲 還有長榮有沒有機會超越萬海 以他今天的型態來看的話 我認為陽明他會續漲 會續漲 因為目前為止有沒有 他股價還創新高嘛 對 代表整體的向上趨勢 就是沒有改變 那相較萬海的一個型態來講的話 前幾天萬海最高漲到335 那這三天都呈現黑K的狀態 有沒有 對 也代表這個時候萬海 因為他的五月獲利不如預期 那股價 他就會在300塊附近稍作整理 老師要跌破五日均線了耶 對 如果遇你照您之前在節目當中 教我們的沿著五日均線 來做操作的話 是一跌破我們就趕快賣嗎 漲回來我們再買還是怎麼樣 應該可以看說你個人的操作周期 如果是操作比較短線的話 那當然跌破五日均線就轉弱了嘛 那如果是比較中坡的操作 你可以看十字均線看月線 這看每個人 他的操作的屬性不太一樣 那今天破五日均線代表什麼 短線上確實相對弱勢 因為今天雅米尼還在創新高漲領盤嘛 那這個長榮部分的話 他一樣創新高嘛 那反而萬海怎樣 是跌破五日均線嘛 可是他跌破的時候還好是怎樣呢 我會注意到他的量是相對萎縮 是 全焦量是萎縮的 對 所以他也算是量價有配合啦 他不是爆量下沙有沒有 他是量縮的拉回 我這樣安心一點了 對 所以整理之後 我認為還有機會啦 那重點是看接下來 六月份他們個別公司的獲利表現 因為五月份的獲利都揭曉了嘛 那五月獲利揭曉之後 都也反映到股價上面去了 所以目前為止市場 大家就在傳言說 有沒有一天這個長榮或是陽明 股價超越萬海 會不會因為以前他們都是 三個就一起漲 三個就一起跌 現在看起來是不是 已經走勢分歧了呢老師 我們如果把這三兩股價 還原到最初始的狀態 就當時他們有個股價原理 取漲的時候萬海十幾塊嘛 大概十五六塊 那這個什麼 這個長榮的股價十二三塊 那陽明都低十塊錢 長期以來都以這樣的股價的倫理做表現 萬海大過長榮大過陽明 可是呢現在經過這一番 這個貨櫃缺貴 難道獲利大飆漲之後有沒有 接下來是看個別公司的獲利 那剛所提到 為什麼陽明海運的獲利 是最領先的 因為目前為止第三季 是貨櫃的旺季 那哪個地方在漲價 這是北美縣嘛 歐洲線嘛 還有什麼呢 地中海線嘛 所以像是之前萬海 這比較偏向近海航運 東南亞的 對 東南亞海線 那原來的航運就屬於誰 長榮跟這個陽明嘛 那如果以現在的 五月會合理來看的話 我們也不排除這個機會 這個陽明跟長榮的股價 是足以慢慢追上萬海的哦 好 這是老師來跟大家分享的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到今天台股的部分 老師來幫我們講一下 鋼鐵股好了 好 那我們說啊 盤面當中三戰的主流族群 第一個剛剛講的航運嘛 那航運目前為止 今天還在創新高 代表整個航運的多頭趨勢 沒有改變嘛 那我們來看現在 鋼鐵的一個指數部分的話 目前為止 鋼鐵的指數在高檔震盪 那其實從上個禮拜到前兩天 整個鋼鐵股 它有個相對的消息面利多 什麼利多呢 就是俄羅斯那邊傳出說 它禁止國內的鋼品 包含鋰鋁的出口 要科徵什麼 這個出口稅 那最近這兩天呢 中國當中那邊的一個狀態 也有類似的舉措啦 就盡量怎樣 減少出口 科徵出口關稅 那這樣之下是代表著 在國際市場當中的鋼品 還有像鋼類這種金屬對不對 量是會減少 那報價是相對會往上挺升 這個利多之下 支撐好幾天往上漲 可是呢 這波段 大家看那個圖 最高2415的指數 鋼鐵指數 它並沒有越過21.6 所以它要整理 好 這是鋼鐵的部分 接下來來看到的是電子的部分 老師來幫我們看一下 電子到底有沒有機會 在第三季的旺季起漲呢 好 那剛剛主任提到說 電子的一個成家比重有沒有 是不是低到三成以下 對 反正27 那昨天好不容易怎樣 越過四成 對 今天又變回只有32 對 因為今天這個 好運股又上來了嘛 對 那整體而言 如果我們以電子股 它在台股的一個分類比重 高到六成以上 但是成這樣掉到四成以下 可以說險不相當 那險不相當 就是會修正 那尤其啊現在是逐漸 電子產業旺季 所以我認為啊 這個電子股在第三季 這裡是有機會怎樣 來做補漲的 OK 那也可以搭配電子指數的上漲 讓大法院啊 未來能夠佔上 18000點的整數關卡 好 老師那我們要來看一下 美國的納史達克指數了 因為納史達克指數是創新高 對 這會影響台股嗎 會 因為國內的科技股 其實跟美股裡面 納史達克或是廢辦指數 都息息相關 那現在納史達克指數 已經平創新高 它已經給國內的電子股 做了很好的示範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 在第三季 逐漸 就是這個電子產業旺季之下 整個電子股是有機會 隨著納史達克創新高 它來做補漲 好的 所以我們看到下面 台的電子的部分 希望來幫台股的電子股 加加油打打氣 接下來來看到老師 等會要來告訴你 哇 iPhone星期一所帶的 蘋果概念股獲利超甜 等一下來告訴你 先稍微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 請上網搜尋 股市熱炒店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哪些股票會漲 哪些股票會跌 獨家標股在哪裡 股市熱炒店告訴你 每年到9月 大家最期待就是 iPhone要出新機囉 來看到黃瑞瑋分析師 帶給大家的主題 要告訴你 八檔超夯的蘋果概念股 讓你甜甜獲利 有請黃瑞瑋分析師 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 接下來可以留意蘋概股 因為第三季開始 會逐漸進入這個蘋概的 拉後旺季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蘋果推出 iPhone的時間 大概在每年的9月份 那去年比較特別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比較延後 對 延到10月了 對 那現在歐美國家 慢慢因為打疫苗的關係 陸續解封 所以今年的iPhone 13 推出的時間 預期應該不會再推遲了 所以整體在9月份之後 整個iPhone 13 將正式推出市場 和大家做見面 期待期待 而且呢老師這張表裡面 寫到很重要一個因素 受到華為的禁令 蘋果會變成高階手機的首選 對 這個什麼意思呢 對 因為之前這個 美國制裁這個華為嘛 所以造成華為 其實在全世界公後上 比較相對不順 尤其是美國市場 所以今年這個新的iPhone 它可以吃掉相當大部分的 高階的華為的手機 所以它市場的佔有率 應該會往上做提升 這非常重要 我們看啊 iPhone 13的後續銷售會 逞增的關鍵 好 那我們來看到下面呢 是跟iPhone 13相關的 台灣供應鏈 有哪一些的廠商跟個股 我們來請老師來幫大家分析 好 那其實如果觀察 iPhone 13跟iPhone 12 它的改款的狀況其實 並沒有很特別的明顯 那我們去特別去研究出 iPhone 13它到底有哪些亮點呢 我認為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AP 應用處理器 將升級到A15這個晶片 那誰是最大的收費廠商 就是我們2330的台積電 庫國神山 它長期以來都幫這個iPhone 做這個晶片的製作 所以當晶片升級到A15的話 當然台積電售會會最大 OK 好 另外下一個呢 是相機的鏡頭規格 也要升級啦 老師 對 它這個超廣角的模組 會升級到AP這個等 6P的等級 那另外呢 像Face ID部分的話 所謂臉部辨識發射端 它也會轉成塑膠鏡頭組 那國內的相關的收費廠商 首推就是3406玉金光 OK 鄭老師我有點吃驚耶 怎麼不是大力光是玉金光啊 大力光它是主要的供應商喔 可是這裡面它改款的變化 那其實收費較大的是玉金光 好 第三點呢 來看到的是 毫米波機型的出貨比重 會大大的增加了 老師 對 它的出貨量呢 大概會比之前來的成長 大概快兩倍左右 那毫米波的iPhone出貨量增加 對我們國內哪些業者相對有利 第一個就是軟板的相關供應商 像國內的4958的增碟 或是呢 6269台郡 渴望優先收費 那另外呢 這iPhone 13毫米波的 用量增加之後 那對相關啊 BET的載版的元件 這個單位的價格也會往上做提升 本來單位價格是2.2美元左右 那現在因為毫米波的使用量增加了 它也會單價提升到3美元左右 那相關的廠商 比如像3189的景素 是原本主要的供應商喔 那現在啊 它要增加國內另外一家廠商 就是3037的新興 所以整體而言 我們歸納出這iPhone 13 主要是三個較大的亮點 那相關的這個個股呢 都會因為這樣的變化 在後續呢 整個營收成長 後利成長 會明顯看得到 好 所以我們看到下一張呢 就是主要受惠於iPhone 13的概念股喔 請大家一定要趕快記下來囉 包含了台積電 郁金光 景碩 星星 鴻海 還有真頂KY 台郡跟全新 我們剛剛是不是少講了 鴻海 真頂跟全新對不對 老師再幫我們補一下好嗎 好沒問題喔 好 那個iPhone的族群 可以說包三包含喔 對 台灣的供應商很多喔 那我們從其中喔 去分別搜尋出 最有代表性的公司喔 是 我們挑選的是八家 八家將 好 這八家喔 那剛剛提到像 台積電啊 郁金光啦 或景碩 星星等等 這是相關林景這些公司三嘛 那各位知道嘛 2317的鴻海 它是最大的代工組裝廠商 對不對 那另外剛剛提到真頂啊 台訓都會受惠喔 那另外2455全新 那老師全新是做什麼的呢 它主要做深化加上游的雷晶片 它也是相關的喔 這個蘋果公司的重要議員 OK好 那我們一檔一檔來看呢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到第一檔 是台積電了 好 台積電可以說整理非常久喔 那目前為止 股票大概600塊上下做震盪整理 那之前因為什麼 比較相關的題材缺乏喔 那我認為 後續在這iPhone 13喔 啟動拉貨之下 那這一檔 它是台灣喔 非常重要代表性的 蘋果公司的個股 它也會跟著受惠 為什麼呢 因為iPhone 13在9月份推出 它拉貨時間不會等到9月份 才開始這樣 鋪貨吧 對不對 所以它視線一定先拉貨 那它呢 整個供應量會隨著iPhone 13 這個逐漸熱銷喔 它對這個蘋果的出貨量 一定逐漸增加喔 那現在它股價在整理 我認為在這個iPhone 13的催化之下 那後續呢 它的股價 就有機會逐漸佔上 600塊的整數光卡喔 好 下一檔是郁金光 好 光學鏡頭 對 那剛剛提到說啊 這個郁金光的股價表現喔 我們來看喔 看到形態來看有沒有 它是呈現多光排類喔 跟這個之前提到這個大力光是 完全不一樣喔 是 所以可以看出啊 股價會收啊 也代表iPhone 13的拉貨部分 剛剛所提到喔 它對於這個iPhone 13 給它營收或者貢獻 應該會明顯喔 多過這個3008大力光 所以這檔個股目前股價已經逐漸 占上600塊囉 所以呢 後續的利多會逐漸發效喔 所以我認為這個600塊 它也是個整數光卡 那震盪整理之後有沒有 逐漸占上600 是 就逐漸往上喔 往這個前波 680等等來靠近來挑戰喔 是相當有機會的 老師法人預估喔 因為郁金光拿下了iPhone 13 大部分的訂單 所以呢 他把他的目標價 上收到了650元 而且呢 他的評級是優於大盤耶 跟你剛剛講的 完全一模一樣樣 我們敬請期待喔 下一檔呢 要來看到的是景碩 哇你看景碩有沒有 是率先噴出的 是 兩根長紅喔 對 股價在創新高 那為什麼這樣漲 很明顯的喔 就已經開始反映 iPhone 13的利多了 股價絕對會說話 好 那股價是所有的消息面 最領先的喔 所以很明顯的喔 這個3100的景碩 已經怎樣 連續三根紅棒 股價呢是這樣 持續往多方發展喔 那當然啦 因為這三天 他的股價漲勢比較淋厲喔 對 那基本上 他在150塊這裡 沒有停留太久 是 我就建議說啊 就不用太追高啦 雖然他很強勢對不對 不妨來到150塊上下 我們說整數關卡嘛 就低進高出 這個利用50塊上下 再做佈局喔 都有時間喔 好 下一檔是新興 也就是今年 剛加入蘋果概念股的 對 那原本喔 這個新興的股價 是強過緊縮喔 那最近是被超車了 對 而且走勢好像沒有 緊縮那麼的亮眼耶 對 好像有點在盤整啊老師 對 對 在141塊以下都盤整喔 對 那其實長期以來喔 我觀察這一檔股價喔 他本身比較牛皮啦 嗯 股性喔 比較牛皮喔 所以目前為止喔 就屬於在區間震盪喔 那不過呢 因為景壽創新高了嘛 那同樣的屬性 同樣的產業 他會存在一個比價原理 所以當景壽創新高的時候有沒有 那我認為後續喔 這個新興會逐漸跟上漿步 OK好 期待新興的表現 接下來來看到的是鴻海 老師講到蘋果概念股 第一想到就是鴻海 但鴻海跟台積電一樣 談很久 對 大蘋果啦 你怎麼判 你怎麼看呢 那因為之前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個電子股的成交比重有沒有 對 一度掉到27%嘛 那昨天才開始回溫嘛 那今天是不是量又往下掉了 對 所以反映到這種電子泉石股 今天鴻海是不是量也縮了 所以說 他就是比較牛皮啦 逐漸盤間 但我認為他的趨勢不會改變 他可能會怎樣 漲一天休息一天 但方向不變 這盤間向上 逐漸在創新高 甚至有機會來挑戰 我們前波的高點 134塊放在這裡 是有機會來做挑戰的 好下一檔要來看到的是真鼎 好 那真鼎 他也是屬於洪佳金的議員 那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獲利承認衰減的狀態 不過呢 目前為止股價在除息之後 他也逐漸的100塊上下 做個震盪整理 那因為上頭 還有他的半年線連線壓在上面 所以呢 他往上突破要一點時間 不過我們說趨勢的力量蠻大的 尤其如果後續在第三季 整個瓶蓋股一起動的話 那真鼎他勢必也會加入輪漲的行列 尤其他是一樣有題材 好 最近呢 他漲得不停的台勁 對 好 那台勁的股價其實 跟這個剛講真鼎這很類似 都是屬於軟板的相關的供應商 那不過台勁因為他股本相對 比較小一點 那股價表現很輕盈 那目前的高價142塊 那短銀線上因為量沒有放得很大 所以就處這個量縮整理的狀態 那我認為是142塊 這個早晚都會突破的 好 下一檔是全新 好 那全新 其實他四五月營收表現很量力 都是一樣 來到相對次高新高的水準 那最近公佈六月營收 也達到這個歷史次高 那股價其實他已經 147塊創下歷史新高價 那不容易喔 那為什麼創新高 這代表後面有故事啊 所以老師我最後結論問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的個股了 請問蘋果的手機 iPhone新機是9月的時候要發表 但是這些蘋果概念股的股價 會率先在什麼時候的時候 就先表態呢 我們什麼時候進場佈局 其實現在就可以進場了 7月 對7月就可以分批進場了 因為就7月8月逐漸盤 那隨著這個距離這個 iPhone13發表時間 越接近的話 那股價可能這樣 就一路往上漲 你可以吃的魚肉就越少了 對 好我們今天呢 介紹這些蘋果概念股給大家 希望對大家有社會囉 千萬不要只會買蘋果手機喔 記得蘋果概念股 也要把它好好的來參考分享一下 我們在今天節目當中 也非常謝謝黃瑞偉分析師 謝謝老師 謝謝職人 謝謝大家 好我們來看到呢 這個今天還有的主題 要來告訴大家 第一題呢是 鴻海昨天利多突破 但是怎麼感覺今天 還是不夠利多不漲呢 我們來看一下鴻海的K線圖 今天是下跌的 下跌幅度0.43% 好 那基本上喔 因為剛剛提到說啊 大盤今天剛好卡關到18000點嘛 所以基本上 今天喔 這個大型全值股 就不容易遊手表現 那目前為止 整個電子股成交量 也是這樣 有一餐沒一餐啊 所以昨天有量 就有漲嘛 今天量縮了 就壓回整理很正常 主要在什麼呢 後續喔 我認為這檔股票 它本身 還是會遊手表現啊 因為未來大盤 只要站上18000 要站往18000 其實創新高 這檔股票 都屬增量級的 它不會缺席的 OK好 鴻海呢 六月跟第二季的營收 都創下了歷年同期的新高 只很可惜呢 就像郭台銘 常常講的一句話 現在的股價 對他而言 似乎有點點委屈了啦 來下一題呢 來看到的是聯電了 聯電今天也是釋出大力多 但是確實要黑K 老師怎麼看呢 好 一樣的道理喔 剛剛提到 鴻海是全值股 對 那聯電它也是全值股 所以這種股票 它必然要有很大的量 才能往上漲 往上做突破 可是呢 我們來看喔 聯電是不是這樣說了 對 那前波的高點 在55塊半附近 那個僅限位置 就差一點點 離門一腳沒有突破 所以基本上喔 我認為整個聯電喔 它雖然公佈這個六位營收 也是歷史新高啦 第二季也是歷史新高 對 歷史新高 可是呢 就整個形態來看的話 它處這個大區間震盪喔 波段的高點 62.7 那波段的低點 43.05 那這種股票 我認為是這樣 到時候大牌要往上攻的時候 有沒有 才會動到像聯電 像紅啊這樣的股票 那現在就隨時做整理喔 好 以上呢是跟大家分享的 我們在今天節目當中呢 也非常謝謝黃瑞瑋分析師 帶來很精彩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老師的話 老師還有更多呢 蘋果概念股 以及電子股的標股訊息 都在它的LINE 跟Telegram當中 請大家呢 趕快加入螢幕上面 黃瑞瑋分析師的LINE 跟Telegram 不要害羞 趕快把你手上的電子股呢 來跟老師交流 請教一下意見喔 同時呢 如果你喜歡我們 股市熱炒店的話 也請大家呢 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囉 每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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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到禮拜五的晚上呢 都希望跟大家呢 一起來討論股市 我們也非常謝謝黃瑞瑋分析師 謝謝老師 謝謝主持人 拜拜 謝謝主持人 謝謝主持人 閒